就是今天呢就是在非常开心大家在下午在飞地 感觉有非常多语言就在发生 然后我们刚到这边的时候 刘金老师就说 这边的身体感觉很香港 因为新书发表会的时候 会如同挤沙丁鱼一般的这种感受 那我就问他说 那这样的就是沙丁鱼的感受到底是一种 我们可以等一下可以创造两个小时的亲密感 也就是说两个小时的压迫感 然后他就说这个是一体两面的 所以我刚刚觉得好像在某个程度上被启蒙了 好那虽然说我相信大家就是都已经非常认识尤金老师 而且如果我要照着他的生命史来介绍他话 可能又会花去半小时这样 因为他真的做太多事情了 不过为什么今天还是要在这里稍微说一下尤金老师 看电影的历程 的原因是因为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感觉到有一个大历史跟小历史的这种 非常巧妙而且精致的互相交叉结问的这种交织的写作策略 也是我作为一个想要变成学者的人非常就是想要达到的这个这个境地 好所以当然既然谈到大历史跟小历史 我感觉这个也是尤金老师他自己的小历史跟香港 就是20世纪的电影史之间的彼此的对话 那如同他在序里面给了一个比较抒情的开头 我想就是天堂春梦 他同时也会有空间跟时间的两种交错 因为我想像如果是天堂的话 人要从凡人变成天堂 他有一个过程嘛 所以当然势必是空间的这个移动 可是他同时也是一个横跨 从20年代到80年代这么久的一个时间段的一个 企图非常宏大的一个电影史的书写 好那如果从时间跟空间的这种交叉结吻的写法的话 我想也许他就也非常贴近刘金老师的一个成章史 因为他1966年生 所以他会有机会在70年代的时候 陪着妈妈去看了60年代的这个苏小小 还有两三不语注音台这样的一种古语片 然后在那个电影院里面 他或许还不能够完全理解 妈妈到底哭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那他同时又成长于这个香港新浪潮的这个年代 所以他在这里面非常大篇幅的去处理 香港新浪潮的问题 那在80年代也同时是尤金老师非常活跃的时代 那非常活跃的时代 应该不是这样说 开始活跃的时代 就是当时呢 当时他在79年创办这个电影双周刊里面 当执行编辑 我猜应该是90年代的时候在那里工作吗 还是80年代 80年代 所以应该算是那个周刊的黄金时期吗 因为90年代初说 因为他很快就关门了 所以一定就是 好就是那时候十三万册我想现在就是想 一卖到十三万册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书才可以卖得到 可是韩国语的书吧 对 好那这样的话就其实 在与电影亲密的非常亲身 近身搏斗式的这个工作之中 后来我们可以看到 尤静老师这个出版跟书写也紧紧贴着他在80年代到90年代之间吸收这样的养分 包括群拉库甩啊 另起炉灶啊 尤鱼艺其实都是在他那个时候 非常积极如火山喷发式的去投身于香港历史 社会以及电影 然后非常广泛的做跨艺术的这种观看 观看者的一个书写 好那就是其实这本书也是按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历史的排序往下去写 其实他最终要问的对我来说 或是作为一个台湾人来说 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到底香港性是什么 香港性他是如何在这个比较长的时空段 不断的透过左派右派 然后不同的美学风格 然后殖民地的西方的文化的引路 回溯到上海 然后包括华南地区的电影 这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 其实也回应了也思他在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香港为什么那么难书写 我想香港的难书写在这本书里面 完完全全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台湾人 他非常就是非常有身体感的去读到了 所以到底家如何可能呢 从邮静的作为诗人的这个身份 去问一个不可能的家 或是90年代他长期在飞在空中 做一种就是离地的书写 可是那个离地同时又是在空中去不断的 对着地面上的香港说 哈喽你们还在吗 的这种问话方式 我觉得其实也是这本书能够拉出一个比较大的视野 所以他有实践的纵身 同时也有一个跨区域的 去想香港电影到底是什么 香港电影是如何形成这样的一种企图心 好像这个是我在读的时候 感觉到非常刺激非常爽 非常希望大家就是跟我一样有这种快感 也许等下就把那个书带回家的这个愿望这样 好那另外呢同时也是 因为邮静老师是多余的嘛 我觉得这个也非常能够呈现他在这本书里面 去思考香港电影 那我觉得有一次在他的这个介绍上面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标志 就是说在中文或是华语世界呢 他会被作为一个比较标的性的写作者去认识 所以他在华语世界的这个创作是文字 媒材是文字 可是在英语世界中 他被认识的这个方式比较多是film maker或是producer 那我觉得在这个不同种之中 这种对于对于艺术的尝试 同时也是在这个处理电影史 或者香港电影史里面 就是感觉到非常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个地方 好那我就不要再多说太多话 那因为邮静老师答案 我看我看他的简报有90页 所以我个人非常期待 就是90页的简报要如何为大家浓缩 这个20年代到80年代的香港历史 在40分钟之内 不要我要我要听完 任性 有声音吗 好谢谢 好 大家下午好 我国语没办法怎么聊 怎么溜 所以我会讲的比较慢 大家下午好 然后我还有一个猫子 好 首先谢谢连京跟飞地安排这个活动 今天时间不是很多 所以我就基本上介绍一下 这本书比较大的这个主题 尤其是连京几个工作人员都在 他们都花了很大的力气跟功夫 像我的主编孟凤真小姐 然后那个鱼柔 就是他们的行销企划的 所以基本上连京几宛社对这本书的整个照顾 其实让我蛮感动的 我要特别谢谢他们 然后今天我讲这个 这几本书的几个主题 这本书的几个主题 碍于蝙蝠跟那个版权的原因 所以这本书有点可惜的是 最后没办法放进去图像资料 所以你们看到这本500多页的书 是一张图片都没有的 我就借这一次活动的机会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里头 有收到的一些图像的资料 希望可以作为大家在看文字以外的一种 一点点细节 效果上的补充 我自己的 你们其实看到PPT吗 我不会太 哦好 我不会阻挡着你们 对我自己来讲 我的写东西 其实从所谓的文学创作 刚刚演呐有讲到的 我的文学创作 到文化论述的部分 其实都是为了去 应识自己 就是让我能够应识自己 应识我出生 跟我成长的社会 怎么形塑了 昨天跟今天的我 然后我又可以用 什么样的不同的方法 来回应 这个社会的过去 跟今天的不同的面向 在写减文书的20年来 对于香港电影的思考 其实让我学习了几件事情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发现要了解一个像香港长子 很复杂的一个地方 我们常常会很在意它 一时一地的一些发生的事情 一些文化现象 像现在它每天都发生很多事情 我们都会很在意你这些东西 可是我慢慢 在这过去20年以后发现 其实要真的看懂 这个一时一地 我不能只早眼于当时当地发生的事情 而是必须要搞清楚 其实这个地方 而不是一件事 是这个地方 它中向的哪个来龙去脉 而同时也横向的去爬梳 它跟临近地区 与国际形势之间的关系 就是我越来越发现 其实这个中向 这个横向非常重要 要不其实我根本看不懂 在香港每天在发生的事情 以香港电影历史的例子来讲 要了解刚刚 也要说到的 香港电影里头的香港性 就是所谓的香港 独特于香港的现代性 跟它的地区性 这种呈现 而且它对于过去 现在与未来的想象 我也必须要去思考 它跟临近地区电影 发生的互动 这些临近地区 包括亚洲地区 尤其是东南亚 华人与政权之间的关系 包括影人的互动 我书里头都会讲到 这些影人的流动 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 而且类型的演变 不同的政治权利 在这些政治权利里头 包括殖民跟冷战 政治权利的审查 与各种的机缘上的制衡 与整合 市场的需求 感情经验 也是形态与欲望 文化霸权的行速跟颠覆 我发现在我企图去了解 二十世纪华语电影 包括香港电影在内的 每个历史 我没办法互视的是 中跟台 就是两岸的电影工业 跟政治脉络 而且这些政治脉络跟工业 在香港他们有一个 又竞逐又互补的 就是又在competing 可是他们又是complementary的 一个竞逐又互补的 一种操作模式 是同时在香港发生的 而且我也越来越发现 当我在看这些电影的过程里头 我会发现 这些电影人的 他们的政治立场的参演 他们的表演 他们的参事 这种表演跟固化 就是好像一直在perpetuate 就很固定 他们的某一种政治立场 这种表演 这种操演 其实跟在实体的电影 创作过程里头 他们流露出来的那种感情 跟思考 很多手势不统合 甚至于矛盾 而且在电影文本里头 是比较能够流动 比较能够变异的 在电影文本里头 我会看到的 比这些影人 自己在电影以外 所表演的 每一种政治立场 可能要复杂非常多 这也是我在看电影文本 跟写电影历史的时候 一个很大很大的学习过程 像在本书里头 第一章 我会去思考 国共内战 怎么在电影中 constructor 构筑了多重的现代性 不同的现代性 在接下来的 二三四五六章 我都会在探讨 香港电影 怎么在所谓的大冷战 就是美书 跟少冷战 就是中台 在拉扯跟阴影之下 作为一种 survival tactic 就是一种 求全的一种领域 就是怎么透过电影 让他们可以生存下去 而且也从而继承 跟转化了 多重的现代性 同时 而且在回应 香港作为一个 中商清文 基本主义主导 华人 居民 社会的一种 很独特的经验 好了 这些很麻烦的东西 讲完以后 我就可以讲一下 其实 这本书的 有几个不同的切入点 它的方法上 就是它一方面 会在企图去梳理 电影里头的 所谓的香港性 它的形述跟转变 而且这个形述跟转变 不是只限于香港 这像我刚刚讲的 其实也是 不断的受 北方说 历史渊源 上海 华南来的 那个中国渊源 而且也受它的 类型的发展 就是不同的 类型电影的发展 中向的 横向的比较 就是跟同时代的 或者是中向的 历史上的发展 然后呢 也包括 我在电影 梳理一个电影史的时候 我发现 其实没办法 不看其他的 历史脉络 就是北方说 文学历史 公众历史 跟习俗史 所以电影里头的 其中一个方法 是这本书里头的一个 其中一个方法 就是我企图的去 分析不同的文本 做一个互文的 一个intertextual的一种 一种 reading 所以有电影与文学 有电影与电影 也有电影跟广告文宣之间 也有电影影人的背景资料 访谈 传记等等 这本书的其中的一个 对话的对象 都是像这种历史论述 这种历史论述 其实在香港 非常非常的普遍 普遍到 它其实已经输出了 很多地方都会讲 去看香港 怎么样呢 就是它基本上是一个 从1949年以来 它就中港分割了 分割了以后 所以它很多人 因为内地的就是中国 大陆的政治运动不断 所以港人会对中国政府 有一个杠拒 中国文化就会差异越来越大 所以中国 香港人因为公共 70年代的公共服务 越来越好 我们的素质很好 所以文化素质很好 公共服务的素质也很好 所以香港人对自己 有一种自豪感 有一种归属感 然后也因为经济发展 比起大陆发展得好很多 所以70年代以后呢 也因为居民政策的 很成功的落实 所以让香港人呢 慢慢的对于 积极的居民的身份 有很大的认同 有一种集体的回忆 身份认同 这个这种传统 这个叙述 在香港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所以我其实这本书也是 希望跟这种论述 企图的有一种对话 把它问题化这样子 首先这本书一开头的时候 我企图去爬梳 香港电影 其实是华南电影的一部分 就是从广东以来的 哪一个渊源 然后在哪个时候 当我们讲华南电影的时候 其实华南电影是 作为中国电影的 很重要的部分 这个中国呢 是包括尤其是哪个时候 中国的电影剧作中心 就是上海 所以像我们那个时候 看早期的 香港电影的广告里头 基本上很多人 在上面 其实都是跟上海 有一个渊源的 比方说 这个电影里头 其中 这部电影里头 其中我会重点 讨论的这部电影 归来宴 里头上面 所有的广告都会打得 洪仲豪的名字 那洪仲豪其实是谁呢 是早期香港一个 很重要的电影人 差不多四十年以前 已经拍了一百多部电影了 现在其实很多 他的作品都没办法看得到 可是他的渊源 他的影响在香港 早期的电影 甚至于现在的 香港电影都还有的 还蛮厉害的 像这部电影的广告里头 就会写的 华南最佳演员 什么空前集体演出这样子 所以他同时有 华南的渊源 又有上海的渊源 是同时存在的 香港电影 作为华南电影的中心 刚刚讲洪仲豪 比方说 他当然是洪生的弟弟 洪生是谁呢 洪生就是 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 一个最重要的核心人物 整个中国左翼电影运动 可以说也 跟他其实 脱不了关系 然后洪仲豪 作为洪生的弟弟 他们两个 其实有点兄弟帮 无上帮助 每个小节制广告 都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 所以其实也看到 上海跟香港 那个小非常平凡的 一个互动 他整天可以来回跑的 between香港跟上海之间 在三四十年代 洪仲豪在 刚刚说的战场 已经导演了差不多 多于一百部 然后 其实是 二战之前的香港 是中国电影出品的 一个高峰的中心 就是三十年代末 因为上海已经沦陷了 被狱均占领了 所以香港变成了 很多上海演员都移到香港 三十年代末 是香港出品电影的高峰期 每年可以产一百多部作品的 啊 对 还没讲完 刚刚说洪仲豪 洪仲豪 我刚刚说 在今天香港 还能够看到他影响 因为可能你们会 会应得 为什么跑了 好 因为可能你们会应得 洪仲豪的 掌孙 那个是谁 洪仲豪的掌孙 洪仲豪是他祖父 洪仲豪 洪仲豪 对 所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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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像 没有没有 这个叫洪仲豪 少时候 这个洪仲豪 少时候 对对对 对 他祖父叫洪仲豪 对对对 所以 其实今天 我们还看到那个渊源 另外是 香港当然也是个 非常洋化的社会 在那个时候 可能是全中国 最洋化的城市 所以 我们早期的 香港电影里头 会看到很多 非常不同的一种 中国现代性 是跟殖民很有关的 比方说 穿西装的男 拉扫提琴 穿礼服 同时也会看到 中国现代性的延伸 上海现代性的延伸 比方说 女性作为一种被解放的角色 透过她们去个体的一种 激励机场 来作为一种比喻 关于国家的激励机场 好像武士的 挪拉这样子 所以好像那种新女性的 长线 上天上眼间 其实是现在可以看到的 上海电影的其中一部 最早的作品 上青山红类里头 待会我会讲 看到那种新女性 其实跟我们想象的那种 中国性 旧女性 很不一样的人物 在书里头的第一章 我会讲到一个 所谓的姐妹家国的议题 就是 中国电影里头 民国电影 尤其喜欢 处理这个所谓的 姐妹题材 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我们在全世界 至少我印得的 澳美电影里头 我其实都没有看到这个现象的 所以民国电影里头 其实非常普及的 然后这个呢 其实是香港电影 也继承了一个传统 从现在上海 出品的姐妹花 后来在香港 只要不同的 几个不同的姐妹花的版本 这个也是对上海电影的 一个继承 这种姐妹电影 我在书里头 会把它赌偿 赌偿是一个 其实是继承了一种 对解放国家的想象 透过女性解放来 作为一种比喻 我们常常在读电影理论的人 会说欧美的这种melodrama 它有它的政治社会脉络 尤其是它透过对于人情 伦理的一种书写 来表达个人欲望 跟群体利益 之间的一种冲突 可是我们看中国的姐妹电影 比这个更复杂化 因为它透过它不只是一个女生 而是姐妹两个女生 它会对这种冲突 有不同的演绎跟解放的方法 所以好像是把中国人情品 把更加复杂化 而且更加的政治化 像我在书里头 会讲的一些姐妹的电影 包括这个国风 或者是姐妹花 这些都是早期很重要的上海电影 来到香港就有刚刚讲的 像归来燕 这种电影 或者情节 姐妹花这种电影 是蛮不一样的一种interpretation 蛮不一样的人诠释 在这些广告里头 我们会看到 刚刚听严娜说 她也是研究广东话的 粤语的 我们在早期的广告里头 看到非常多的粤语 像什么错过这套戏 惨过不见钱 这个真的是香港电影的特色 什么东西最重要的时候 就是你把钱搞掉了 那个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要是错过了这部电影 你只会跟你 就是把不见的钱更重要 好 就是文雅跟通俗是并传 都出现的 口语跟书写都港范的被运用的 在广告里头会出现 这个词词好像已经在香港变成彰化了 可是每个时候在广告里头 都整天出现了 秋皮 秋叶 人发七成小姐 笑到你跳 笑到你叫 这样子 而且这种利用运用方言 作为香港电影 一个很重要的创作文化资源 在那个时候 不会觉得 是跟中国电影 或者是跟中国的国家应同 或者是文化应同的一种冲突跟矛盾的一种政治位置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我们看到其实早期对于香港粤语片的回物 回物跟革新 很大的一个机缘 其实真正的就是来自于上海 来自于中国 很多这些所谓的南来文人 是推动香港粤语片的发展的最重要的人物 像蔡楚生跟西娃文生 我们其实看到他们写了很多不同的论述 去找为什么香港的 华南的方言电影 什么重要 都是从他们去推动的 而且他们特别来香港拍片 拍粤语片来推动 比方说这一个朱江泪 我在书里头其实也有去分析的 也是香港其中一个被认为的 所谓的粤语片清洁运动里头 一部最重要的核心的作品 也就是蔡楚生所监制 然后所谓的南来这些工作 电影工作人 他们去创作 而且还被一些很重要的废幕 像是电影导演 特别去扎掌 也就是说这种方言电影 其实是比大部分的中国 所谓的非方言电影更加优秀 而且他还讲得很清楚为什么 因为他们跟日常生活很贴近什么的 另外这本书的其中一个关注呢 是关于性别的部分 比方说现在我们用现在的语言 就会说他们是不是多元成渣长子 因为在电影里头会看到 很多种不同的性别关系 两个女的 而且在男的都没有同意的状况之下 他们可能都同时去跟那个男生有关系 这样子 他们都是姐妹 刚刚讲的那个也继承了那个姐妹的传统 对上这一部 这一部也是我们现在在香港很多应得粤语片 粤语片的观众可能会知道 这个白燕很多人觉得他就是专门是演那种很苦情的妈妈的角色 贤妻良母这样子 可是其实早期的香港电影我们看到他很多是做那种坏女人的 这个也是我们会发现在香港慢慢地被基本主义化的过程里头 女性的角色其实变得越来越保守 越来越单元 在早期的时候其实非常复杂地演一些角色 其中的一个我在书里头问的问题也就是关于说 其实很多这些华南的早期的所谓被因为是前现代的custom 一些习俗 来到香港有一个转化的过程 这个转化反而是跟香港的现代性有某一种磨合 有这种磨合把它变成现代性的一部分 有一个reconciliation的过程 有这个过程上基书女本来是个华南的系数 来了香港1937年的女性之光 是现在我们在香港可以看到 应该是全世界可以看到的最早期的香港电影的每一部了 而且是最近才出土的 这叫女性之光 女性之光里头我们有看到这个基书文化的一些长线 其实那个时候30年代末 基书文化已经开始没落了 所以它其实是回忆一种 就是大概10年前20年前的 大部分这些基书女是怎么出来的 所以里头很多 比方说他们学习 他们怎么做机造 在工厂里头做东西 有怎么出演 其实都在电影里头有呈现 而且最有趣的是 然后她的整个那个呈现 这个女生李以年 这个女主角的呈现 其实跟大概20年前的阮林玉 整个服装都非常像 整个那个造型都很像 基本上在想象一种现代性 可是是用一种前现代的女性身份位置 来想象这种现代性 当然这个跟后来的50年代 之后的一部 基男姐妹也是长期书女的 我在书里头也要做一个比较 就是这种现代性 后来慢慢的怎么被改变 所以我觉得就是开头 这两三个章节 我们会看到 我企图去解释 就是这些电影企图 这些电影在很迂回的 呈现跟重写中国旧书 中国最古老的书书 包括书书 包括平期 这种在新的被殖民的 华人社会里头 他们怎么被沿用这种书书 这种custom怎么一直的 还是全留下来 而且有不同的欲望的流动 也就从而疏解了 整合了这种对于家跟国的 依恋与浪漫爱之间的矛盾 很多这种爱国的情操 大概香港电影就变成爱钱 民族矛盾就变成阶级矛盾 另外这本书 其中一个方法 是一个分析方法 是透过想思考 香港类型电影的独特风格 它的改变 其中的一个是喜剧 一个comedy 所以我从很早期的 大概50年代的喜剧 一直到70年代80年代 到最后的周星驰 就是一个喜剧的眼流 用这个方法来去爬出 香港历史 香港电影历史的一些转变 香港类型电影的独特风格 另外一种类型 在我这本书里头 有两个主要的 香港类型电影的阅读 一个是刚刚讲喜剧comedy 另外一个就是功夫片 这两种类型都被认为是香港电影的独特的创造出来的类型风格 功夫片里头 我爬出到30年代 胡立猪 其实她是上海很重要的中国功夫片的重要人物 她的老公 印童年 就是中国第一个武侠片导演 所以他们这个眼流 远流来到香港 就跟香港一些 有的其他的南来之源 对方说 Oh shit 对方说 玉树抽 结合 然后就有这个 这个是 吕飞沙王昂 吕飞沙王昂 然后就跟 他们那个时候 刚刚来香港 其实他们还没来香港 20年代已经去强调 所谓的真正功夫 所以他们本身就是练武的 这个其实跟 大概50年之后的李小龙 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也就是用自己的身体 去打给你看 而不是靠电影的景观跟特效 我们要是看这些早期的 从20年代到40年代的 香港的早期电影 怎么去继承 那个上海的 这种功夫片的源流的话 会看到里头有另外一个 所谓的跨性别的传统 像刚刚讲的乌力珠 就是哪个时候的报纸里头 都不会讲她是女生的 会讲她是阴风游载 像她演的罗宾汉 像她跟她的女主角之间的互动 其实很曖昧的 在电影里头 这个其实是她的养女 不是养女 她是她的后母 因为这个是 应鹏年的刚刚讲的 乌力珠的老公的女儿 是她姐姐生的女儿 她后来她姐姐过世了 然后她的诈给 也不是说 人家自己 两个女的可以share一个老公 所以她就share了这个导演 然后就 后来在电影里头 还有一种很曖昧的 场景的出现 所以我刚刚讲的 这整个性别跟性欲望的流动 在这些电影里头 其实非常 这些比较 早期的电影里头 能够比较能够看到 反而后来的上海电影 比较难了 刚刚讲的 像走20年代 他们在早期的上海花报里头 都已经可以看到 她是怎么练舞的 然后而且是真的会打功夫的 这个金舞 金舞体育味 当然在上海电影里头 也是个很重要的符号 大理小龙的时候 还有金舞们的 所以从20年代 原来就已经在上海 一直研流到 香港的70年代 这个跨性别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乌立猪 刚刚讲 她在2030年代的上海 也就是用这个很有名的 就是她cross dress的部分 她有男子气概啊 什么什么的 她会骑机车啊 然后会打人啊之类的 所以她什么女间谍 忽然忽女啊 什么的 所以基本上都用这个 作为 selling point 到了她来香港的派的 其中一部最早期的店 也是卖这个的 就是卖她怎么 很帅啊 很好 很难生的东西 最有趣的是 就是他们在上海的 这种跨性别的 性别的流动的可能性 到了香港 就跟比较基本的 洋化的洋光性结合了 所以变成了 这个好像 她你看她要穿西装啊 她要坐那个豪车啊 然后就做不同的 香港的交通工具啊 这样子 所以这种 把香港的那个 capitalist colonial modernity 好像她同时是基本的 同时是洋化的 这种洋光性的结合 让她表现这种 她能够在性别流动的 一些可能性 也加长了 那种可能性 另外一些性别流动的 就是我们在早期的 三四十年代上海电影里头 会看到的 女生的主体性非常强 反而我们现在看上海电影里头 其实很少看到 很主动的女性的有没有 大部分都是很主动的男性 他们做什么都可以 女生都是 就是奇奇怪怪的 很单一的花瓶 反而我们这三四十年代的 上海电影 就是看到的女生 其实很奇特的 好像他们怎么勾引男生 都没有什么问题 像我们刚刚讲的白燕 他这一部很有名的 《白变福人心》 整部电影都是讲他 怎么周全的两个男生 之战以后 去manipulate他们 这种现代性别 或者是现代性 在我这本书里头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因为从三四十年代的 香港电影里头 女生的呈现 或者是性关系的 呈现 一直到 一直到李翰祥的风月片 我觉得都还一脉上层 李翰祥可能是最后一个 在我电影书里头会讲到 可能是最后一个 对这种 女生的性别 跟性欲望的流动 最最最看重的一个导演 所以在他的风月片里头 整个系列都会看到 他在摸索 探讨这个主题 他电影里头 比方说他的金平梅系列 他会把西门庆跟武松 用同一个演员去演 都是山立文 所以好像他用演员 用谁来演这一块 已经是对香港那个时候的 一种阳光性 的某一种comment了 就背影为是两个 很contrast的 非常不一样的 极端的男性 他用同一个男演员去演 我在这本书的 那个掌理和上的 章节里头会特别讲到 其实 七十年代末 是香港的其中一个 性别文化的转型期 这个转型期里头会看到 上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 会特别去做一个研究报告 是关于哪个时候的色情片 怎么去充斥史长 怎么主导史长 所以他们很不爽 这样子 要做一个批判 然后我觉得就是 exactly是这种时间点 李翰祥 会非常着重去拍风月片 也是在跟这个对话 跟这种 现代性的对话 所以这个是李翰祥 自己画的公笔画 当然 他是个非常厉害的画家 他是中国美院出来的 然后他同时在用 即使的挖笔 在描述这个 他想象的前现代的中国情欲的机缘 在香港越来越没办法去接受 容纳的一些机缘 在他的电影里头 他就用 比如说 胡锦 这种女演员 去重新 recapture 重新去重塑这种机缘 这本书的另外一个主题 是文水与电影的对话 像我从二三十年代开始讲起 从吕伦 他同时是一个电影编剧 他同时是小说家 然后他也是一个电影的 对不起 文学的论述者 这个是 其实他是可能是最早期的一个 香港文化的论述者 比如说他创办的岛上 当然他是从达光报出生的话 一批当时的 很厉害的年轻的文员 都是从达光报出来的 然后后来他们一起的 就创作了岛上 这本文化杂志 我把它为讲成 其实现在我们重读这些历史 我觉得 我们常常会被因为 被被被被被被 被遭遇 香港所谓的主体性 是从七十年代才出现 可是我们其实看 二三十年代的 香港文化杂志 其实已经蛮有意识 他们非常aware 我们就在这个小岛 就叫香港 这个小岛里头 我们在做什么呢 其实他就问这种问题 所以我们看1936年 他已经写了一篇 他这个笔名是Bessie 可是他其实写了一篇 叫香港新闻坛的 眼镜与展望 然后已经写到 香港文化有什么独特技术 他就说 其实虽然很多人觉得 这个不是一个文化的地点 可是文化这个东西 不是你说它怎样 它都怎样的 它其实是不可以被受控制的 所以无知文明 这个material culture 它来了这个地方 它也就影响了 这个地方的文化 所以有些地方 可能它是不是很正常的发展 可是呢 这种不正常 也是一种文化 信救文学的并行 所以你看他们那个 哪个时候的discourse 哪个时候的论书 30年代 其实已经可以把 香港文化的特色 它的独特性 长得其实蛮清楚的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他的鲁伦的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作品 就是《逢门碧玉》 这部电影是他编剧的 然后在广告 上面都可以看到 编剧的名字 就是obviously 明显他那个时候很有名 那个少说家 然后就是改编 他自己的一个少说 叫科里拉 到了战后50年代 理论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其实我在做research的时候 我读到这一段 那个十几年前 我第一次读到这一段 其实有很大的感触 我觉得我们这些 经历过97以前 到97之后的这一代 我们大概也就是历史的产家 因为他把战前 跟战后的香港 他就长成 他自己就是作为 这个历史产家的一部分 所以他有一本书 叫产家 在这个二战前后 他写了一本 很重要的小说 叫《重像》 现在可以看到 因为刚刚其实前几年 才出土了这个电影剧本 原来他可能是先写了电影剧本 才写小说的 因为在年份上 好像是剧本 先出来 才有小说的出版 然后这个《重像》 虽然 现在我们没办法看到 那部电影了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 那个剧本 其实很明显 它影响了很多 50年代的 香港的粤语片 包括很有名的 《围楼春晓》 我们会看到这本剧本 它是先生在左派的报纸里头 华上报里头出现的 然后每一场都写得非常清楚 然后我们会看到 他对于那个时候 战前跟战后的香港的变化 社会变化 有非常犀利的批判 另外一个文学与电影的比照 我在书里头 比照了蛮多不同的 小说 改编小说的电影 像很有名的《八经》的行业 改编成为粤语片行业 在小说里头 在书里头 我有一个蛮细的比照 然后特别我会讲到说 八经自己看了这部粤语片以后 他有一个非常不爽的批评 基本上对这部电影 我看来 大概是现在对这部电影 最好的评论 就是来自于小说家的 韩业当然是粤语片里头 巅峰之作 每个长篇调度 对于镜头的运用 什么都是每个时候粤语片的 非常成功的作品 另外这本书里头 其中一个主题 是关于所谓政治立场的 操演 究竟香港电影的历史 是一个左右对立的历史 还是一个左右逢源的历史呢 这个一直是过去 很多电影演奏学者 在探讨的问题 我在这本书里头 我特别去爬书 首先是电影人 这些电影人 他们自己的立场的流动 是比我们想象的 其实自有很多的 流动的密度 频繁 其实比我们想象的都多很多 我们在中国 可能在台湾 都不可能想象 能够有什么流动的 在香港 其实历史里头 不断的发生 像李立华 其实是很多台湾观众 都很熟悉的电影演员 他本来是拍 左翼电影出身的 你们可能不知道 像索荒世界 其实是香港长城电影公司的一个创业作 就是他做女主角的 然后当然这部电影里头的 大部分的工作人员 后来都变成右派了 包括片剧 编剧就是陶琴 后来邵氏很重要的电影编剧 拿了很多金马奖什么的 然后李立华 当然后来就跳槽去国泰 再跳槽到邵氏 那个是一个非常natural的 在那个时候的一个电影 演员的政治流动 因为当然我们都知道 很现实的 左派电影公司没有这么多的薪资 薪资低很多 所以右派资源要多很多 創作要那个cast 什么的 production value 全部都高很多 要是我的话一定也会跳的 所以这种跳呢 是那个时候非常非常流行的一种跳法 不过呢 对不起 不过呢 也有跳回来的 李汉翔 李汉翔当时很多台湾观众都知道 很重要的少世的电影员 可能是最重要的少世的电影导演了 可是后来他跳了左 就变成被台湾禁了 他所有的电影了 因为他就去大陆拍片了 变成是第一个进去大陆 其中一个最早期的进去 改革开放以后 进去大陆拍电影的一个电影导演 我在书里头会特别去引用 他后来跟一些电影工作者访谈的时候 他直接会讲到 他很后悔 他曾经那么用 他很后悔 他做了所有这些什么统战 为国民党做了统战的工作 他还特别去道歉 他做了一些事情 另外我会用一些电文本来去说明 像这个在台湾也很有名的 《满波女郎》这部电影 我用了它作为例子去讲 它这是一个case study 来去讲 其实在电影文本里头的欲望流动 或者对于所谓的政治立场的思考 远远比我们议委某一个电影人的政治立场来的复杂 所以像这部被认为是国泰电影公司 和国际的电貌电影公司 所以他当然就是被认为是右派电影了 的那个节目电影上他的电影人他的导演跟编剧都是议文 梁敏军曾经问过讲这个问题 他说这个所谓的右派的议文 当然他是自由那个基本上是跟国民党 做统战工作的很重要的电影人 然后这个议文他看起来是右派 可是呢他其实是西底下做很多左派的工作 他也帮长城电影公司做编剧 虽然他没有出他的名字 所以他的预计里头就流入了很多秘密 比想象中的复杂很多 这是梁敏军问的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我会看到的在进一步的研究 其实这个问题问下去会越来越复杂 因为他不止同时左跟右 而且他不同的右 他都要帮 不只是一个右几个右 对方说他帮左派电影公司不只是写一部电影 他写过好多部电影 而且他同时也接美国在支持的亚洲电影 亚洲营业跟出版社来请他帮忙 他也帮 所以他也写 他帮美国的支持的电影公司也写剧本 也还帮他们翻译书 同时都在做 这几年 50年到53年的几年 他同时也在帮国民党做很多统战的工作 所以换句话说 他一把一只手 在所谓的帮左派写剧本 不出他的名字 另外一只手帮国民党在做统战工作 再另外一只手在帮美国在拉 所以这种究竟我们讲 他的政治立场是什么呢 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个案 上节目 玩播女郎 我们要是看这个文本本身 真的去读这个文本的话 常常会被读成这一部主流的读法 就是说 我们不要再看从前的历史了 那个妈妈已经过去了 每个没办法再这样了 他们已经把我变成孤儿了 所以现在呢我要上前看 就是我们就会享乐 要拥抱这种香港作为享乐的场域 通常是这种读法 就是好像就是香港一种消费主义的 主导的社会 要拥抱那个消费主义跟享乐主义 可是我们再抓多一点的话 会发现 曼波女郎这部电影里头 除了曼波就是个男的舞蹈以外 另外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舞节 其实是哪个时候 南美来的一个脱衣舞梁 靠艳舞的叫Z.Bomb 一个Margaret的女生 那个妈高少姐 她那个时候来香港 其实就开始在表演一种叫 蒙巴舞 其实就是曼波 那个应该是香港最早接触 这种所谓的曼波舞蹈的 一个场域 1955年 也正正就是派曼波女郎的 那一两年 所以这曼波女郎 你们要是在网络上找这部电影来看 你们会发现 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 就是格兰去了夜总会看到一个长者的燕舞里 应该就是艺文 真的去夜总会拍了这个 这个马高少姐在跳舞的那个片段 那个片段其实非常非常长的 可是差不多没有任何人论述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去分析为什么突然有讲述这个几路的片段 那个片段其实是作为跟格兰的一个对话 因为格兰其实很不爽的 他看着这个夜总会的燕舞 对跟他自己的那种跳舞是刚刚好像一种相反的呈现 我觉得这个对话其实在电影里头非常的重要 很多对于格兰跟曼波舞蹈的在网络上流行的资讯 我讲到这一段就是格兰拍完电影以后三个月 他就跟着香港的影人团就来台湾祝寿了 就在总统的贺寿晚会上面表演曼波歌舞这样子 所以我会在书里头问 哦 其实原来这个舞蹈不是所谓的格兰跟艺文发明出来的一个新的舞蹈 而是其实是来自于有一个更远的地方 这个本来是一个非常sexualized的一种表演 从蒙巴到曼波 其实是把加勒比海的一种成人娱乐 转化到为华语冷战舞台 把它主流化跟去性化的一个过程 香港电影对华语电影的其中一个最大的贡献 是它对于基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思考 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个地方的电影 我看的电影比较小 我从来没有看过另外一部 一个地方的电影是要怎么多电影 用钱这个字 作为哪些电影的片名的 香港当然有一部电影就叫钱 有什么文情专家 文情自想 钱文情 其实基本上呢 你随随便便可以讲五六部 七八部出来就是用钱这个主题作为电影 这个我觉得是香港电影对于 世界电影其中的最大的贡献 这部当然就是围楼春少了 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贡献 其实也是国的思考 然后这两个是一体两面的 是关联的 就是从家到国 这边的国越来越复杂了 这个当然就是英女皇 防港的时候的一个电影 1953年是 Queen Elizabeth来香港 然后他们就拍了香港的那个花车游行 要到前面 两个人就很想逃离香港 对于香港的居民社会 有一个很大的那种 comment 很大的评语 或者是这个家 也越来越复杂了 就说 表哥我爱你 可是不一定要结婚 这种家 所以究竟那个国开始 慢慢的被瓦解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一个影响这个家呢 上天算人家里头 一开头四一年的电影 就会看到这个 这个对于国 那个时候的国 的那种很复杂的思考 我就不 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讲了 上这部电影 天算人家里头 我特别看到 像这个女生 她来到香港以后 她没办法工作 没办法赚钱 所以就跟这个新工作者 一个叫Jenny的女生 新工作者 就Jenny的教她 其实你很简单 在香港 这种赚钱方法 你像我这种 就是最好赚的了 所以教她怎么做 在电影里头 完全没有批判 这个遭遇过程 而且还把她看成是 真好 我真的都赚到钱了 然后 而且她回来跟那个母亲 那个妈妈的报告 我赚到了 这样子 而且还用她赚到的钱 来去 补助她的爱国 青年男朋友 让她可以回国 爱国这样子 所以 就是投胜革命 好 所以像围楼春少也是 就是像这个舞女 她是个舞女 在夜总会工作的 可是 里头她是一个 最正面的角色 在电影里头 她是居愁理想的 她是求光亮的 她还叫那个男朋友 做很多事情 再 好了 在电影历史里头 我们常常会觉得 到了60年代 差不多香港左翼电影的退潮了 可是我在这本书里头 企图去 argue 企图去说 其实香港左翼电影的影响之深 是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的 包括 对方说 楚源的电影 后来的龙刚的电影 或者香港信浪潮的电影 我就不 就是 小心讲了 你们可以有兴趣可以看 其中的一个 对于 左翼电影的全程 的路上 就是对于青年的想象 因为青年 就是对于 未来的想象 所以我们在电影 在电影里头 看到很多 就是对于 什么是坏 什么是好的 青年的道德性的 思考 黑玫瑰 所以电影出来的时候 也就是刚刚是 香港的青年运动 1966年 所以他说他被烧尽了 所以有三天 所有人都不能出门 那要不是的话 他的票房 是更高的 不然就 因为影响 因为烧尽 所以运动 所以影响他的票房 这种 对于青年的思考 一直到香港信浪潮 都没有 没有断 包括 徐克的导演 徐克的电影 常常 香港电影 违背看成 是跟上海电影的一个比较 好像是一个镜上的关系 香港跟上海 我在这本书里头 企图去对话 跟这个论述对话 我觉得其中的一个镜上 而且比较没有人去 真的 没有很多人去讲过的 其实其中一个镜上 而且还有越南 越南作为一个镜上 在香港电影里头 其实常常的出现 这个也是跟香港的冷战位置 很有关的 这一部是 许昂华可能是 他其中一部 最卖座的电影了 那个 《投奔入海》 好了 最后 我讲到最后一点了 就是 在这本书里头 可能大家会比较兴趣的 就是关于李小龙的部分 我也企图去 跟大家抬杠 很多人觉得 李小龙就是一个 英雄人物的代表 个人主义的 英雄化的代表 我觉得这本书里头 exactly argue the opposite 我只要讲他可能 他exactly就是 没有那么个人主义 也没有那么英雄 所以他搞成那样 好 所以李小龙的 很多人会 聚焦于他的 后来的 回来香港的几部作品 就这几部了 可是我会 把它连线到 他最早期的 其实他是 拍香港走一电影出身的 每些作品 他少时候就开始 拍电影的 这些电影 让他 长成作为他后来 这个李小龙 这个李小龙 好像比较 没有 很好的 把这个李小龙 跟在 后来 他这个出国之前 离开香港之前 其中一部 最后一部电影 中联电影的 刚刚那个 左派电影公司出品的 然后 跟他 在 这个也是刚 去了美国之后 这个是美国的电视剧 去了美国之后 跟在 回来香港 三个不同的阶段 怎么连在一起 讲 所以这个 他的所谓的 这个浪漫个人主义 其实也 我就把它 长成是一个 跟香港社会 政治转变 一个比喻 所以 他的华丽转身 也好像 就是香港的 华丽转身 他是透过一种 自我伪灭 去实现 自我的 香港比喻 当我在看 大量的 李小龙的 转记 跟他自己的 读得 纸转身 那时候 我其实很 怎么讲 怎么讲 其实蛮 蛮 sad的 其实蛮 香港的 因为其实他很早就已经预期了 他很快就会死了 其实他很早就已经说 他这道生命是没办法被 sustain的 很早就已经跟他的家人 这样就说了 所以这个自我比喻 我会把它看成也是一个香港的比喻 现在我们喜欢在香港说南朝 这个南朝 我会说其实 我这一代的香港人 我喜欢不是长南朝 是长博到尽 那个波到尽 拼拼到最后一秒钟 死的你一秒钟 到极端的拼拼 其实跟香港 现在这几年流行长的南朝 我把它看成是一个continuity 其实这个年续题 其实这个部分 在香港的 从80年代开始 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断过 好 谢谢各位 我想到就是刚刚 之前刚刚开始学粤 粤语的时候 好像第一课 不知道为什么老师叫我们造句的单 就是玩情 我发错音吗 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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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情 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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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来说 那个玩有个手感觉很生动 感觉好像非常积极主动 去哪里抓东西 这样 但不知道什么 抓钱 玩情 玩情 因为我觉得好像学其他语言 比较不会在第一课 就是需要用这个单子来照 对我来说是蛮心情的体验的 那 其实我觉得刚刚就是尤金老师的分享 也反映了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感觉到的那种不容易 我觉得其中一个不容易是说要如何去论述比较前面的东西 然后去把它放在上海华南的这个框架里面 不是用一种单一的线性的方式去看 而是看他就是如何是回环往复的去支出一个网路的这种写法 很多都是用一手材料去写成的 这个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党的研究者会觉得 致上最高的敬意这样 那另外就是 还有香港的文化人的这个多工是 因为我是一个在台湾做香港研究的人 香港文学研究的人嘛 那过去所受到的文学训练比较少去注意到物质的东西 但因为当我们在研究三豪子小说小说的时候就被特别提醒 就是要去注意上海的书豹滩的陈设啊 然后香港的书豹滩又如何在这个陈设上面做了一些改变 那如何继承啊 那他如何又在印刷上面形成一个工业 最后又留就是在南洋发行 但刚刚看那个镜像的部分 我觉得越南其实也是在看这本书觉得 哇靠原来还有这种 因为我们常会想到香港可能是一个对于东南洋的输出地 但反而它是有一种就是也是互相照镜子 它并不是一个线性的这样的一种流通方式 这对我来说也是很好的启发 那另外呢就是我也在想就是左右逢源的问题 因为过去可能比较在看六七暴动作为一个历史大事件的时候 会感觉到好像那就六七暴动主要论述好像是说在那之后就比较看不到左翼的讨论 好像左翼就从此烟消云散 但好像从电影的这个爬书可以看到就它如何变成一个内核化的内向化的在美学上面 或者在角色设计上面或者在青年形象上面持续的在往下延伸 那就是去想左跟右放在冷战香港可能过去的这个把它变成两种势力的对抗 我觉得其实在电影包括电影检查上面如何创作者可能那个时候去思考的反而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政治立场问题 就是一个顽情的问题 所以在里面我感觉到好像也势必一定要从电影这个媒介去问这个问题才能够问出我们刚看到那个复杂程度 好那这个也是做文学研究者会感觉到读香港的这个二十世界电影史的时候 感觉到做香港文学研究 即使它是文类上面或是美菜上面是以文字作为主要媒介 但也不能够完全的跟电影分开 因为比如说就在读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以前很熟悉的名字啊 像艺文啊这一些 那因为以前读艺文的时候就会觉得嗯 上就是去那个文学资料库Google就看到他跟很多女性拍头这样 就感觉好像如果他个人的拍头史也可以变成一个历史书写的话 感觉会变成一个香港的新的就是那种艺术创作叙事等等的 所以在这个香港文学的文化人的多工的情况之下 这本书其实刚刚在电影跟文学之间的对话的这个说明 除了两种媒材之间的交互作用之外 其实那个创作者他本身是很多工作的 那就我也会很好奇说他会不会影响到 就是他们自己在不同媒介之间的创作 因为我感觉到可能像比如说之前读西西的时候 我感觉到很多很多写作方式都很像电影运镜的这种剪裁方式 那因为西西他自己也常在那个中国学生周报上面写 写西洋电影的影评然后他其实也写剧本嘛 那另外他也在台湾的那个七零年代很红的剧场杂志上面 做了一个比较实验性的就是作品 应该是用废弃的电影胶卷去剪成一个叫银河系的 就是非常实验性的一个作品 那其实这些本书也处理到就是秋冈剑这个部分 他也在台湾反而是到香港去写剧本 就这个在过去在读剧场杂志的时候 比较没有读到这个回到去到香港的这条路线 这条其实蛮那个时候不只是秋冈剑 其实蛮多元的像黄华城 然后他也对对对也是剧场对也是剧场出来的 然后后来就企图去香港发展 可是他没有很成功对 黄华城不成功对对对对 他感觉蛮难成功的对对香港没有 就是他都是进少师因为有时候少师是殿皇国 所以就吸纳了很多这些人才来香港 其实刚刚耶娜讲到一个就是这本书我觉得最大的限制 我就顺便讲一下这本书我觉得最大的限制是 碍于很多很多原因尤其是个人体力的原因 所以我没办法去研究或者归纳商业电影以外的电影 想细细这种电影对方说 所以也碍于我自己个人 因为是拍直播片跟实验艺术电影出身的 所以我最不想碰的是哪些地方 所以这本书 是职业伤害的部分 你可以这样子说 所以这本书基本上只讲商业电影 而且是因为其实我希望透过电影去看不同时代的面貌 所以这个时代的面貌对我来讲 比较不是个人的观感跟系上的感情的抒发 所以这个比方比较个人的作品 其实我都比较没有接触的 这本书里头没有研究 就是我在读的时候 我感觉可能过去会想历史是一个大事件的嘛 通常都会是政治史经济史外交等等的去做断代 但从天堂春梦这本书出发的话 所以我只能讲香港 我觉得你在某一个 每一个地方你对那个地方够舒适 然后思考够的话 其实都可以做这样的工作 也就是precisely我讲说 其实我透过这本书 希望做一个对于华语电影研究的一些贡献 因为其实很多地方我觉得都很缺乏 还需要大家的努力 就对那个地方从某一种创作模式 不能是文学不能是电影 然后看到那个时代政治文化的变迁 就反而是不是从政治世界变迁去 把文学系上去 而是从文学或是艺术反过来去看 你这个讲得很棒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的是 你刚刚讲的从文学文本出发 回去看时代 因为这样去看的时代 其实比较复杂 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是 回应到当第一张power point 是从 有一个部分从习俗史嘛 因为我们现在在讲历史书史的时候 很多现在可能讲非人的历史啊 动物史啊 昆虫史啊等等 那个会完全扭转 人类对于时间感的这种概念 对我觉得在这边的那个日常史的 这个习俗史的尝试也是 就扭转了可能过去香港史的 这个书写的一种 一种进入这样子 那我自己很好奇是因为我最近在做那个 清末名初的澳门女性知识分子 她的 她终身不结婚 因为她就是奉献 奉献于教育这样 所以我对于这个广东地区 或是华南地区不婚女性 就感到很好奇 所以我就看了一些自书女的文献这样 那就就我来说就想说 身为一个现代新女性 看到那种就是姐妹情仪 然后大家都住在公务里面 不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吗 那越读越发现 她其实跟宗族跟经济生产都是有很紧密的关系 而且进入就是你入会的时候 你要符合里面的就是非常严格的规则 我读到有一些材料 我记得是确实好像是如果里面的姐妹 如果不按照她们的规则 是会被打的还是怎么样 反正是有一些就是姐妹会里面的这种控制这样 所以可能就以现在的这种角度去想 往往会把它太美化 所以我很好奇她作为就是比较早期的一个 拍女性的电影吗 她是跟国家家国连在一起吗 但同时那个宗族的东西好像又被拿掉 我不知道因为当时在读一些广东材料的时候 大概三六年是陈旭经在写中国跟广东 去强调什么叫广东identity的那个时候 她也是跟广东还有国家地方跟国家之间有关 那我就也很好奇那个自淑女的 从把宗族的这个地方去掉变成新女性 然后她又跟国家连在一起 所以想听就是有进可不可以多说说 一点 你最问的是指个不同的问题 他们都相关可是问题其实很复杂 这几个问题 因为其实华南地区一直有很大的文化应同感 所以你在这些广告里头会看到他们作为 就是我是华南电影这一块 不断的强调这一块 所以她那个身份应同归属感其实蛮大的 可是她同时也会看到他们会把华南电影变成 看成想像成了中国电影的一块 可是我们在想的现在在想的那个国家不是哪个时候的国家 三四十年代的那种对于中国所谓一个国家的想象 不是我们现在对于一个国家的想象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想象的国家 至少在我爬梳的这个资料的过程里头会发现 其实比我们现在大部分人想象的国家其实多元很多 能够容纳的多元性其实大很多 所以对他们来讲作为华南电影 不一定是跟比方说我讲粤语这个事情 或者是我用很多粤语的slang俗语 或者里头portrait表达很多广东特有的一些思数 这个不跟这个所谓的国家文化有冲突 这个不一定矛盾 所以我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然后上基书女我们现在其实可以看到的资料 大部分我在爬书的很多都是文字资料 因为其实到30年代 现在最早期的商人店 就是1937年而已能够看到的商人店 1937年其实这些书女已经开始没落了 开始没落的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日本文化的余称 日本殖民开始来中国了 然后日本就把这些很多他们生产的很便宜的诗 他们的人造诗 他们的artificial silk 就是硬生生的他们输出到中国 所以要中国人买很多这些很廉价的诗 跟东南亚本来是中国诗的很主要的市场 也被日本所占据了 所以其实30年代末 从日本开始崛起这个过程 已经很难 基书这个文化其实很大的一块 还是靠这个西潮业的这种生产 这个西潮业的没落也就把基书女有一点的高死 所以要他们转型 比方说变成 账务劳动这样子 所以现在我们从电影里头去问基书女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问法 因为很难其实看到当真的基书女的呈现 可是在文在历史上 其实我把书了一些广东历史 其实是有蛮多学 关于基书女文化 有一些历史学家甚至于 在广东的历史学家甚至于写到说 我的整条穿纸里头霸诚的女生都是基书女 这是非常非常popular的一种女性身份 这样子讲好了 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讲的 究竟那种女性身份是怎样呢 我们需要多很多的研究 我不觉得那个是一种女性身份 我会经常想象 其实在不同的地域 甚至于不同的村落 可能都会有很不一样的想象 我去广东南海 去佛山 去看一些现在还有的姑婆屋 姑婆屋跟一些现在都还活着的 基书女聊天的时候 其实他们会长到很多 你刚刚讲的那些 当你整个房子都是年老女性的时候 当然会有很多的争吵 这个是非常自然的 什么东西都会发生 什么东西都会发生 我讲的那个什么东西是爱情啊 就是我这个世代 应该都是被周星驰电影 喂养长大对吧 就是 它会引起到 我觉得我内心的一个创伤 是为什么 因为小时候我妈不准我看周星驰电影 就我小时候 因为这几支这个序里面 有提到跟妈妈一起看电影吗 我妈是一个蛮怪的人 就是 现在有录影吗 可以把这段剪掉 就是我妈 我妈就是 比较 就是在我这个国小的时候 就说 我来让你看一些 就世界上面经典有名的电影 然后就把一些录影带租回家 第一部放的就是 她说是奥斯卡得奖电影 是沉默的羔羊 然后第二部呢 就是当时也是非常流行 非常具有前端的实验的一个叫 电影人 一二三集都给我看过了 这样 对 所以对我来说 跟妈妈一起看电影 是一个比较创伤的经验 但后来就是 她不让我看周星驰 以至于我到学校之后 没办法跟同学聊天的 这种交友上面的困境 我觉得可能 多少反映了一个台湾人 对于周星驰 电影这种复杂的感情 一方面是 看到这边 尤丁老师在后面的章节 也是最后作为这个书的中章 去分析周星驰里面的 这个无厘头搞笑 它会有一个 香港或是华南的 这个搞笑的 草根的这种传统 之外 他有他自己新的发明 那个是回应香港的社会 那我想说 天哪 就我真的有看懂周星驰吗 因为很多时候 我是在半夜的时候 就是 也不是看什么彩虹色情频道 都在偷看周星驰电影 趁我妈睡觉的时候 熬夜补出来这个东西 我真的有了解周星驰吗 就当时我们这批小孩 在笑的到底是什么 好 那就是 这个两地之间 对于 香港搞笑的这种 或是香港幽默的这种 错置跟落差 其实里面也谈了蛮多 这个感情错置的部分吗 我不知道就是 当时所有的周星驰的影迷 都是用带着一种 97前97后的心情 非常沉浸式的 能够立刻回到自己 香港经验身上去看吗 就那个笑里面 因为我妈一直说 这个笑真的是太便宜了 不能这样笑 我们要笑得很高级这样 对 不知道老师对于这个 两地周星驰的现象 有什么想法 对 你这个问题也很复杂 其实早上就讲好了 我觉得电影 就是一个很多元的文本 它本身就是 其实是容纳很多不同的读法的 我永远不会觉得 我这个读法 就是official 就是所谓的官方 你只能跟我这个读法 去读任何电影 包括周星驰 肯定不是这样的 所以你可能不能说 你看了这本书 都知道香港人 怎么看香港电影 肯定不是 我只是一个香港人而已 我不代表任何人 对吧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 你跟我的读法不一样 然后你都没读懂 不是这个 我觉得电影 不是读懂不读懂的问题 电影是你怎么去 所以我一开头就说了 我这个方法 其实就是 透过看电影 怎么看到我自己 其实是认识自己的过程 而且是透过看电影 让我看到那个时代 怎么形塑我 然后这个是 我觉得最比较好玩的部分 所以你刚刚讲的 那个已经很好玩了 就是原来 你不能看周星驰 被残破 不看周星驰 形塑了你 今天的你 这个就很重要 然后你还要晚上去透看 对吧 所以你这个跟周星驰 很复杂的一个关系 不被 不准看到 你自己透看 整个过程都形塑了 你今天的 很多不同的面向 所以这个我觉得 我们是我们可以思考的 我们对于 可能在看我这本书里 很多文本 可能你们都很 都很熟悉都看过 可是你们肯定 也要自己的 跟着这个文本 很独特的关系 要是能够 把这个关系 想一想的话 我觉得我这本书 就已经有一定的成功了 对 我觉得那个 嗯 关于校的复杂性 我觉得刚好 是因为在这一讲里面 做了很好的 的那种文本系读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整 这一整本书里面 能够 找到那种夹缝里面的 那个到底复杂在哪里 灰色地在哪里 都是因为透过文本系读 去呈现 因为总是文本里面 会有很多漏网之鱼嘛 我觉得那个是 在做电影研究 或是文学研究 所以应该着力的地方 就 嗯 对耶 那这个讲得很棒 因为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 我自己这本书跟很多电影历史的书 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很坚持 这本书的每个题目 不要叫三广电影史 我只要叫三广电影史论 因为这个论字对我来讲很重要 其实是我怎么去论述这个历史 而不是怎么去重新把这个历史讲一遍 对我来讲 所谓的历史 其实是透过 我刚刚讲的 很多很少很少的文本 去共同计则 去共同计划出来的 常常我们看历史 好像都把它看得很大 好像就没有文本 没有个人 没有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没有细想感情 好像是这些历史 才是重要的 可是我觉得我是读文学出身的 我没办法这样去看历史 对我来讲 正正就是生活在 那些历史过程里头的人们 他们怎么回应 跟同时的记照那段历史 哪个时候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就是 今天对谈可能会让我回去 必须对我自己做一些心理分析 就是我到底 就是会害怕无法融入团体 是不是因为周欣史对我造成了一个伤害呢 还有我妈 对所以感觉个人跟确实个人的经验 包括身体如何去进入到 这个空间跟时间里面 怎么去行述一个 所谓比较大的集体的这种历史感受 对我觉得这个也就是 确实是很难讨论很复杂的 确实要举很多文本 然后非常多个人的这种观感 然后他也是同时是回应自己的问题 包括香港性的这个问题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在这个书的最后一张 其实感觉我读起来有点感伤 就有点舍不得把书合起来 好像一合起来一个时代就结束了 那个笑的时代就结束了 我不知道要怎么解释 那个奇怪的忧伤感 可能是我过度的投射这样 但确实好像如果再往下追问的话 如果周欣史的那种 长江七号之后 后九期的这些电影 再往下拍的话 我不太确定现在的香港的青年们 他们也会有像这个 就这个二十世纪的电影史论里面感觉到的 我们是同样被共同被几部电影 或是一些电影形塑成的香港人吗 因为会有这样的疑问 是因为最近在跟同学们讨论 什么样的关键字能够代表Z世代 他们举了分众时代 然后他们也举了一些 他们觉得很老的电影 然后说 这个不是我大学时候在看的吗 然后他们觉得那些老电影之后呢 再也不会有一个大家都 共同可以想起来 能够代表时代的电影了 那那个当然会跟接受可能串流进来啦 或是电影制作的方式有关 那包括香港最近很多跨国制作的电影 因为刚刚尤静老师讨论的时候 就知道说现在有很多新的电影人也出现了 就也可不可以谈一下 这个香港电影的未来的部分 我没有 我只是刚刚很casually的讲说 其实我觉得香港电影 已经进入一个完全全新的时代 现在其实非常多的年轻导演 拍很重要的香港电影 然后这些香港电影 是真正因为现在香港越来越不卖的 从前香港电影是很卖的 而且全世界都在看香港电影 现在不是了 现在香港电影其实很难输出 很难在香港以外看到香港电影 那就是香港电影一个 进入一个新时代的很好的时机 因为它更贴地了 它能够处理一些非常在地的香港题材 是比较不需要去迎合国际观众的题材 所以最近能够看到的香港电影 其实都让我充满希望 像大院人长久啊 这一类或者是讲 你叫就是在香港应用毒品啊 流浪汉啊 各种各样的这种题材 或者精神病啊 从前我们的香港电影 很少能够看到这些题材的 这些都是香港非常重要的社会议题 可是从前因为太香港了 所以不能被呈现 老板我觉得不卖 可是现在不重要了 因为反正所有上的电影都不卖 所以就很好了 所以反而比较能够看到 我觉得很多元的题材 对于最近就是大家在讨论出版 已经走入到黄昏中的黄昏 要落入到海底的时候 突然间听到 怎么突然间又生起的希望 想说写东西拍东西还是有用的吧 对还是能够问出一些什么吧 对那因为今天时间就很宝贵 所以就也要开放大家问问 我相信大家都是带着好奇来到现场的嘛 也有很多陈辉老师的老朋友来到了现场 那我们可以开放观众提问吗 或者是分享也可以 没有人问我再来问你 我竟然翻演这个角色 就是我这书还没看的 就是我很好奇就是那个书名啊 刚才你讲的那个副标题就是《石论》嘛 我想知道那个《天堂春梦》是你改的吗 是吗 对对对 很有这个以前的那个幼语片的味道 对对对对对对 有什么其他除了这个好像以前幼语片的那个名字之外 对对对 还有些什么想法 对对对其实是两 呃现在能够看到的两部很有名的电影 都叫《天堂春梦》 一部是上海啊 涛小丹导演的电影《天堂春梦》 另外一部就是你刚刚讲的 战后1951年的哈 粤语片上《天堂春梦》 也都是这些中联的班迪拍的哈 两个其实大概就是也是一脉上场哈 第二部肯定跟第一部有关哈 的做一个回应 所以一不是国语片一不是二语片 所以基本上我透过这个书名讲了企图去讲几件事情 一个是上海跟香港电影的那个渊源 一个是国语片跟粤语片同时存在这个现实在香港 另外就是当然啊啊ra 啊啊啊啊啊啊香港很长期被认为是个天堂 啊 很多人造梦的天堂 很多物贸冒险家的乐园啊 啊很多人来香港找啊抓钱哈哈啊 啊啊很多人来在香港做梦哈啊 建建建建立他们的小家庭哈 这个住梦的空间基本上 香港长期都是扮演这样的角色 在左右之间这个缝隙 你都左右都不能容纳的社会里头 在香港可以容纳你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所以一个天堂 可是呢在这个天堂里头做这种梦 做这种梦 它所谓梦也一定是有梦醒的时候 造这种梦 所以一定也会醒来的 所以这个我希望也透过这四个字 让我们思考一下 这种梦它是建基于什么东西 它是建基于什么历史跟文化资源 让它可以做这种梦 然后这种梦到头来 其实是在满足谁的天堂 究竟最得意的 最能够赚到东西的 你这种天堂 在这个天堂其实谁最赚 到头来我们梦醒的时候 其实谁最亏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思考的问题 还有这个问题 英文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春这个字 刚刚讲春没有 讲天堂跟梦没有讲春 春这个字当然就是这本书其中的一个小主题 就是关于性跟性别的扒书 因为这个关于情色的部分 我觉得好多人会把它看成 是跟历史或者是文化跟社会脉络 是比较隔离的不一样的一块 好像它是积极的一个领域 可是我要把它读成 其实香港店里头的情色的呈现 或者性关系 或者女性角色 男性角色的呈现 其实是跟这个社会文化化展 跟它的现代性的发展 完全不能分割的 1951年 那个其实是长国民党 很多国共内战逃来香港的 很有机缘的人来到香港以后 他们的那种离与我家 就是互相迫害的那种场景 基本上是长 就是所谓的冒险家 来到香港的那种命运 其实两部 刚刚讲的两部 天堂春梦都是大悲剧 两部都是非常大的悲剧 老师好 那个 就是我 我联想到那个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除了那个 在台湾可以看得到的 有周星馳的电影是很大一部分 还有那个 赌片的系列 还有那个 古惑仔的系列 然后刚刚老师有提到说 你现在觉得香港电影更贴地 但是我后来在看那些赌片电影 还有古惑仔系列的电影 我都会联想到 这些电影是不是 或者是某个程度可以代表 因为不了解香港就想象它可不可以代表香港的社会发展 我会觉得说看到这些电影我会觉得说香港是不是一个黑社会盛行的地方 或者是赌风盛行的地方 这方面可以那个老师跟我聊一聊吗 对对对 这个是常常出现的问题 尤其是我很多外国朋友 不是香港人的话 整天看香港电影 我觉得 可能不是对香港电影会很舒适 可是就会觉得 哇你们香港是不是 整天在路上那样开舱的 很容易被舱杀的一个地方 对 正正相反 香港是个 我一辈子没有看过舱的地方 就是香港是个 你看到警察会跟他 警察叔叔 我可不可以问问 路怎么走的一个地方 这种被认为是个非常非常友善的 是安全的一个地方 其实我觉得电影跟 所谓的社会现实的关系 好玩就是这里 常常它不是一个所谓的 reflective的关系 它不是一个所谓的反应的关系 就是你好像看电影是个镜子 你看到电影就知道 社会现实是怎样 它刚刚就是可能有时候 是刚相反的 就是现实exactly不是这样 所以电影就会拍成这样 然后观众就会看得很爽 因为这些是我们在路边 没办法看到的 我们一辈子没办法看到 黑社会是怎样的 在电影都会看到黑社会 可是我们听都听很久了 说整个电影工业都是黑社会控制的 可是黑社会究竟是怎样的呢 电影里头就可以表现出来 可以看到 所以我觉得满足了很多 可能对于他姐的想象 可是呢 你透过这些电影人 在当时当地的对于他姐的想象 其实也都可以看到他们对自我的想象 这个想清楚吗 对 还有读者有问题想要问 尤静老师的吗 都 老师好 那个作为这本书的编辑 实际上我等于算是接手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最好奇的反而是作者花的心力 因为我之前以往碰到的一些作者 可能甚至花了五到十年的时间去写作他的一些 他觉得 对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回溯 那我再想问老师就是说 对于写作这本书的一些心路历程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 非常谢谢编辑 好 其实 写说大概就是跟我们作人很多事情很像 就是你走进去的时候 其实本来一为一样 可是进去了以后 就发现原来完全不是你想象 我大概可能二十多年前吧 开始跟电影资料馆的工作人员合作 然后开始研究这些香港的电影历史 所以我比较能够接触到一些很早期的香港电影 跟这个有关 所以大概二十年前 所以开始陆陆续续的写一些关于香港 从三十年代电影一直写到可能六七十年代的电影 然后这个大概就是律律续续 十几二十年下来 我大概有可能四万五万字把写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 我差不多五万多字了 我觉得很好 我再多写一个两三万就可以变成一本书了 很好啊 其实那个很容易 一点可以写完 所以当我刚刚去找年轻出版社的时候 我就想说 我其实已经有 你知道差不多了 有三分之二本书了 我再写几个月就可以造稿了 所以那个时候很快就签了约 然后就开始做了嘛 然后就发现完蛋了 因为很多洞洞 我要讲这个八十多年的三个例子 其实这里头完全超出了 我觉得五万字的那个 整个那个那个scope 就差太远了 所以就一直弄啊 而且又COVID嘛 对吧 所以又中交很多遍 好了 在整个中交啊 然后又转换工作啊 什么什么搬家啊 一大堆杂事的过程里头 在搞这本书 我越写越多越写越多 就写到差不多三十万字 现在你们手上这本五百多页的书 就是三十万字的书 所以从 这五万多搞到三十多万 我在想 我是不是疯了 所以 然后当然 现在拿着书在手上 两个多礼拜了嘛 拿着书在手上 就觉得 我为什么哪个没有写 这个没写 所有都没写 好像我漏掉的东西 还是非常多的 大概还有另外三十多万是漏掉 所以很抱歉 所以就这样子吧 这个我觉得写历史 都是永远是不足的 就是我们人力体力 都很不足这样子 没办法 因为在编辑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我非常佩服老师的是一个 就是资料的查证 因为我以往会碰到有些作者 是直接把这个部分交给编辑 就是编辑自己去查证 编辑自己去找图 然后配图 然后或者是编辑自己去想办法 帮他把这个过渡的部分去做处理 那所以我自己在 阅读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会花了比较多的心力 其实我也要承认说 我并不是非常了解香港电影 然后尤其老师在文内里面提到非常多 就是在我出生之前 或者我母亲的那一代 他们会比较熟悉的那些 就时代的符号语言 所以我自己在查证的时候 其实很大的一部分就是 应该说老师的书呢 就是让我上了Google非常多次 几乎整天挂在上面 就是说我也开始去片面的 或者说再经过这本书去了解了一些香港电影 跟香港的生活上面的一个变化 那其实作为这本书的主编 我非常非常期待老师可以继续写下一本书 就是把这本书未尽之意 在另一本书再做一次表达 也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主编 谢谢主编 其实当然主编做了很大很重要的工作 所以在这个让这本书的造对的过程里头 让我也减轻很多的工作 不过我必须要也谢谢 其实在这本书因为刚刚说 我是跟电影资料馆有一个十几年的合作 所以在帮他们写东西 因为它是资料馆了 所以帮他们写文章的过程里头 很多资料其实他们已经查证了 所以这个部分也很重要 所以他们其实做了一个最基本的那个守门的工作 然后呢我也必须要谢谢 我在香港也有一个小团队 所以有一些我从前的学生 我从前的助理 也在把关 所以这本书在其实整个造对的过程 我自己在编织的过程里头 我这些助理在香港也帮我查证了不少东西 所以到了我交稿的时候给你的时候 那个已经至少查证过一两次的了 没有太恐怖这样子我希望 对对对 还有读者有问题吗 都可以询问哦 那如果没有问 还有吗 谢谢 就是老师说写这本书的动机 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嘛 那我们当然是可以透过书看到 你怎么认识香港的现代性跟自己的部分 在这个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样的历程 当然它比较私密 就有没有可以分享的部分 作为一个研究者跟这个 嗯 我肯定有啊 就是比方说我怎么看性别啊 怎么看性啊 你知道怎么看情色啊 怎么看香港社会啊 这些都是 我都是被constructed的 我都是透过从小看香港电影 被刑诉的嘛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在香港 在电影里头看到文化变迁 我就是非常typical的这个 就叫从80年代长长工作 所以六七十年代经过了香港的那个冷战空间 然后完全受殖民遭遇 遭遇出来的一个人 所以很多仪式形态跟仪式观念 我觉得我都要透过写书来interrogate 我都要重新的审视跟反思 这些东西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 要不然的话 其实没办法做 对自我有任何的批判 就是透过能够看到自己 是怎么被刑诉的 怎么被时代所 in a way被操控 而且被改变 被shape 然后这种shape的过程 就让我可以更了解自己 一些东西是 可能可以怎么被送动 那没有就是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 谢谢尤静老师带来的精彩分享 以及言娜老师的精彩的主持 谢谢 那再进入就是 请尤静老师签书之前 想要跟大家一起拍一张大合照 那因为场地稍微大家挤了一点 请稍等我一下 我找个角度 那大家可以先趁这个时间 稍微整理一下自己的服装仪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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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